然後他入鏡了 被他老闆抓到他敲斑 所以BOSS在直播你不要亂進來 亂進來是敲斑被抓到很自己倒楣 今天要玩的是攝影機 那為什麼攝影機的穩定器會比較少呢 因為市場的這個主要就是市場的份額比較小 所以呢大家幫他做穩定器的就比較少了 那所以我們這個時候要教大家玩一個叫做全控的一個操控模式 就是讓攝影機呢能夠在這裡全控 Run In Run Out 錄影拍照等等的一個作業模式 那麼因為作業模式太多了 機器太多了 那麼穩定器通常都不會去幫攝影機寫協定 那麼這些協定沒有的情形之下呢 我們就要教大家一些撇步 能夠在邊穩定邊對焦 邊Run In 邊Run Out 邊Record 邊拍照 你們告訴我好不好啊 好 來 簡單的講解齁 這裡是對焦滾輪 那麼你如果要用到它的時候呢 有幾個方案就是 你是相機 然後在協定內 你就可以進行變焦 還有對焦 如果是協定外的呢 就要裝跟焦器 在這邊跟焦 跟焦器大約三千多塊錢 好 將來再思考一下 我要不要做跟焦 但是攝影機的 攝影機的好處是什麼 你知道嗎 攝影機就是跟焦 跟自動對焦 特別棒 很好自動對焦 這是攝影機的特色 還有攝影機通常Sensor小 倍率高 可以拉得很遠 好 這是跟相機不一樣的 那麼攝影機的好處就是Power Room 攝影機的Power Room呢 攝影機非常地Smart 可以做瞬時運動 相機通常都不行 那麼相機的Power Room呢 有快慢的那一種比較少見 相機的Power Room 怎麼樣 相機的Power Room通常就是一個速度 Slow Admid 跟 Ted 他總共有三段 相機的Power Room 通常都是三段 那攝影機的Power Room呢 可以微調 可以慢慢 apps 慢慢Roon,慢慢Roon,快快Roon,都ok的 這個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那攝影機拍出來的畫面就是比較沒有景深 那相機拍出來的畫面呢 比較有那個像電影的感覺 好,跟大家分辨差異 那變立性來說,攝影機最方便 對焦方便,操控方便 Rune in,Rune out方便,鏡頭方便 不用換來換去 那當我們攝影機跟它協定好之後 我們會強烈建議你,利用軟體 進行Rune in,Rune out Rune in,Rune out的控制 那麼這個位置,Rune in,Rune out的控制 就變成很重要的地方是 我們該把它擺在哪裡 你總不可能拿在手上嘛,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就有兩個裝法 我們要密切的注意 Rune in,Rune in,Rune out 都搞定了,都在這邊 那麼我們要把它架在這裡可以 好,也可以一隻手 可以做Rune in,Rune out 架在這裡,可以 我們可以架在這裡跟架在這裡 我們先做一個初步的介紹 好,這裡是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呢 我們記得齁 相機裝上去,攝影機裝上去 它都有一個叫做 叫做,我們在講的叫做 自我調整的功能 自我調整的功能 很多機器都要進APP條 很辛苦 我們這個不用 這個就按四項 一、二、三、四 那麼它就會進行機器的這個 包括IMU 就是它的這個陀螺衣 還有三顆馬達 它會去抬 跟它四配 那麼 然後 它就三個馬達之間呢 就是 動動動動動 動到最後呢 校正完畢 它的力量會剛剛好 基本上它的自動調整呢 是做得非常完整的 再來 錄影鍵是給相機用的 那麼 拍照錄影鍵在這邊 那這是 下面是模式鍵 下面這裡是模式鍵 模式鍵 好 各位 因為呢 總共有這個 幾個模式 大概有 先按一下模式鍵 我們稱之為左右跟隨 上下鎖定 這時候搖桿呢 只有提供你上下的功能 上下的功能 左右它交給你身體 搖桿不作動 因為怕你 搖桿拉斜掉了 你不知道 那麼它就很準確的幫你做 上下 那 身體去做左右 你這樣子才有辦法準確的 精準控制你的鏡頭的一個 運鏡 好 再按兩下 模式鍵按兩下 模式鍵按兩下之後呢 它就進入了什麼呢 全跟隨的狀態 這個時候搖桿就不會有任何 就搖桿的部分 等一下喔 按兩下 藍燈 搖桿提供上下 左右呢 左右呢 一樣不提供 左右要求你用身體 所以在半鎖定 跟全跟隨呢 搖桿都只讓你做上下的動作 避免做出斜角的撥桿現象 怕你拍洗掉 按三下 一二三 三下要做什麼用呢 三下是拍 譬如說 各位 三下的時候呢 我會習慣怎麼用 我最近用的方法很簡單 我按三下鎖定 我就是直線超漂亮的 拍hyper smooth 有什麼聽過 我就中正紀念堂的那個 大中自鎮的門 我就按三下鎖定之後 我就一路對著大中自鎮的那個 那個 講公 我就這樣 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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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進去走三十分鐘 然後出現三十秒的畫面 你會發現 整個鏡頭穩定的移動之外 物幻心儀那一類的感覺 非常的澎湃好看 鎖定的用法 用在這個地方 再來滑軌畫面 滑軌 拍滑軌 滑軌記得一件事情怎麼拍呢 各位 滑軌身體的嘎吱我夾住 然後呢 你如果是這樣子滑 一二三 你如果是這樣子懸空滑 你拍的東西會這樣 好記得喔 身體要 要要 hold住 不要出力氣 然後用你的腰 用你的腰 因為有 剛玩穩定器 不知道一個東西 叫做位移現象 你如果 越靠近物體呢 縱使有穩定器 它照樣會 因為位移產生晃動感 那你如果拍遠遠的富士山 前面都是平原 你不管怎麼移喔 你會發現富士山都 穩穩不動 因為它的 比較基礎是 鏡頭前面的位移 跟遠方的畫面 這兩個東西要搞清楚 如果你發現一點就是說 怎麼你用穩定器 在拍東西的時候 怎麼會晃晃的 因為你靠東西 靠得太近了 實在是太近了 那靠得那麼近 然後你要拍很精細的東西 你就不能呼吸 不能呼吸才會穩定 那不能呼吸就往生了嘛 那搞屁呢 所以呢 拍很細膩的東西要滑動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要很靠基礎 好 再來 我們在拍這個東西 還記得一點喔 身體的部分 不要盡量手不要懸空 除非你是拍短暫的畫面 那你要拍龍三四的那個龍柱 對不對 用身體 不要這樣子 這樣子畫面會害害 用身體當作搖臂基礎 一路搖上去 那這個好處當然就是這樣 可以貼地拍嘛 它可以貼地拍 不會穿幫 然後往上一舉呢 又可以舉到很高的位置 這就是整個它的一個 運作的一個 一個的部分 再來 一二三四 暗示一下模式呢 它就進入了什麼呢 拍舞蹈 拍廟宇 我都很喜歡用破水瓶 因為BOSS從小的時候就歪一邊 拍東西都歪歪的 歪一邊 所以拍東西都歪歪的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把這個 破水瓶拿來練習一下 那記得 破水瓶再用 千萬不要定點破 很難看 我教大家怎麼破 在破的時候 稍微前進一點 前進一下 畫面拉出來才會漂亮 要有 Dore in Dore out的一個畫面 然後再來做 做破水瓶 你會發現那個畫面 特別有質感 好 一二三四都學過了 我們再回到一下 一下什麼意思呢 一下就是半鎖定 好 看好 一下叫做半鎖定 又叫 半鎖定 上下鎖定了嘛 左右跟隨 這時候看一下 好 擺成這樣水瓶的位置之後 它可以做到無縫 無縫道夢 無縫道夢 好 這個時候關鍵來了 麻煩你一定要在這個位置 停下來 這個位置 停在這個位置才能舉起來 停好 停在這個位置 停在水瓶的 相機正確水瓶的位置 好 起來 這樣才會正確 它起來的時候才正確 如果你是斜斜的 它會轉到另外一個方向 會不正確 好 總共這五個功能 大家要注意 好 接下來講手機的部分 我剛剛這個沒有鎖 剛剛這個沒有鎖 是錯誤的 一定要鎖 那沒有鎖居然也能用 所以很厲害 好 這五個功能 鎖定 半鎖定 全跟隨 破水瓶 跟道夢空間 這五大項 接下來跟你講一件事情 如果說你緊急的時候 你發現它跟得不夠快 這裡捏住 它就變線性 但是不好用 它變線性有沒有 它變線性 這是緊急狀況 這樣是不對的 你進它的APP 我們有 變得跟得很恐怖 就會跟得很線性 跟得非常線性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告訴各位一個觀念 拍東西還是要柔柔順順 才會比較漂亮 要柔柔順順的 才會順嘛 銅花順嘛 接下來我們看手機 這個是鏡頭拖 是給相機用的 你將來換相機的時候 你就是鏡頭拖 拖在這個下面 那因為你的機身跟這裡平齊了 就不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要這個東西呢 聽我講 一點支撐 兩點支撐 三點支撐 當攝影機被支撐得更好的時候 在做高強度運作的時候 它的IMU計算才會更準確 那如果說沒有做到這樣 也是可以用 那麼在就是一般強度下都很好 所以高強度就是瘋狂的拍的那一種 盡可能讓它的支撐呢 做到不要發生機體公正 效果是最棒的 好 看這個手機架幾個用法 我有時候會這樣用 叫做簡易裝 裝簡單的 這是比較簡單的裝法 那也可以裝得比較豐盆 我們裝豐盆一點好了 你看起來畢業沒多久 這一行正確啦 自由度高 然後 對啊有沒有飯吃 這倒不用擔心 哈哈 好 這裡頭呢 有很多的配件 我跟你解釋一下 當這個HDMI呢 接通相機之後 可以讓四台手機 平板電腦 iPhone 安卓呢 同時在你的監看 那麼 尤其是你在拍那個 商業部片的時候 商業片的時候 你盡量的要給客人做確認 避免你到時候拍一拍 最後客人說這個鏡頭我不喜歡 你就死定了 你就要重拍 重拍很可怕 所以 圖穿的重要性是 當你在做商業片的時候 請客人下載軟體 然後他就可以看到相機裡頭的畫面 那你也可以看到 兩個人都同時看到 就是這條線的魅力 那回去的時候呢 呃 就HDMI接到這邊來 那因為這種線呢 通常都是設計給相機用的 所以位置都是設計在相機的範圍內 那你就必須要找一條 稍微長一點的HDMI線 從這邊順到這裡來 順進去之後呢 再下載軟體 四個人就可以同步看到 還有為什麼要圖傳 圖傳是因為我們在工作的時候嘛 只有我們攝影師在看到畫面的情形之下 都要回來 再撥給客人看 哇賽 那個客人就 就讓你在那邊來來去去 來來去去 如果NG14我告訴你 人真的會抓狂 那沒有關係 業主已經有手機了 可以監看到你的畫面 好他業主只要在手機上按錄影就好了 就錄在業主的手機上面 那麼他可以反覆確認說 我要哪一個畫面 在對於剪接還有後製 比較能夠融入 業主的決定時間才會變更快 也就是說 我們過去在拍東西的時候 都要回看回看回看 抱歉喔 現在不來這一套 現在業主本身就可以看了 而且錄下來 這樣都沒有爭議了 好不好 總共有三規的HDMI線 你這要留好 任何的規 不是規頭 是規格的頭頭 大中小剛好都有 都配好了 好 這幾條是控制相機的 拍照錄影 EV ISO SHUTTLE用的 全孔線 那麼這是充電線 這個就講到重點了 這裡 因為很多人拿回去之後不會充電 不知道怎麼充 其實他就是手機的意思 這樣就能充電了 好不好 這邊教大家 充電 那麼這個就是手機架固定螺絲 手機架固定螺絲 手機架固定螺絲 好 這下 有趣的來啦 因為他的裝法很特別 你各位看一下這邊 這邊裝過去之後呢 就可以這邊鎖住 那為什麼要裝這個 這個手機架呢 剛剛跟各位解釋過 有手機架可以錄影拍照 很好 很重要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裝在這邊 就會更接近攝影師的意思 原本在很後面嘛 現在更接近攝影師 然後這個設計有多棒 各位看一下 多出來的空間在這邊 很討厭 你剛剛那個牌子都沒有這個 都沒有 這些東西都沒有 然後 可以裝多大的手機呢 很大 因為 你可以直的裝嘛 直的裝也可以用 因為 現在這個Sony的相機呢 他直拿 也可以操控 橫拿也可以操控 都沒有問題 好不好 這是手機 是Sony的嗎 不是 HTC HTC喔 不好意思 你這個怕被拍到 好 那算 來 我裝返箱好了 應該不會 會嗎 會被折倒 會被折倒 那是我的駕照 會被折倒 謝謝 不會 拜拜 這個現象有點古怪 等一下 好 這邊是這個方向 另外一個是狀況那邊去 看一下 這裡還有一個四分之一孔 可以再追加東西 追加省力綁帶 這裡有個四分之一孔 總共有三個四分之一孔 怕他的那個身份證穿幫 你常常被警察檢檢嗎 不會 那你還是幫他看 因為有時候要證券 就放在手機比較方便 好 再來這樣裝 他可以裝兩個方向 然後便利你在那個 作業的時候呢 一隻手 要做兩件事 這台是Sony 750 喔 AX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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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是捷取卡 對不對 可是捷取卡 裝捷取卡之後 就一定要還在上手機啊 對啊 等一下再想嘛 你先這樣拿 這個是一個拿法嗎 嗯 那你就很灰的麥克風 快看一下 他可以這樣裝 好 那自由調整角度 可以裝到那邊 也可以裝到這邊 那還可以再加裝一套手機甲 那為什麼要兩套呢 你將來會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直播 會遇到直播的需要 那麼這一台呢 只要在旁 下面黏一個捷取卡 然後呢 還不錯啦 這裡裝個手機 就可以就可以 截取直播出去 那麼一定會碰到 因為現在太嚴重了 活動啦 很多人都要做直播出去分享 因此 直播也是你攝影師 將來必要的一個 專業技能 這一點請注意 好 那麼他也可以 可以在這邊再扣東西 扣直播的套件 麥克風會不會 好 那麼這樣子就完成了 整個A1 Pro的一個 裝設跟介紹跟教學 沒有 沒有 你不會孕嘛 收的時候就直接 我撥到這裡 他的空間就形成最小的一個狀態 好 我不要那麼太近了 好 那麼這些綿綿角角有了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要省力 因為真的會 會 會很慘 會很累 那會很累我們該怎麼辦呢 會很累該怎麼辦呢 這個便宜的包包要帶著 這便宜包包怎麼用呢 很重要 各位看一下怎麼看 這樣子 穩定器是A1普羅 放雙手看到沒有 好 要拍的時候舉起來 這個很便宜 幾百塊的包包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收納了 可以透過這個包包 整個把它包覆起來 平常休息要用 好 這個包包呢 就是 釋放你的雙手 然後呢 讓你晚上呢 還可以Flower 輕鬆到你一整天都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輕輕鬆鬆 就可以讓你操一整天了 好 那以上呢 就是 模式鍵的使用 好 那如果回正怎麼弄 回正看一下 來扣進按三下 一二三 他就回正 不管在任何的地方 他就可以回正 一二三 回正 按四下呢 就是 自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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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這個叫A1 Pro 謝謝 好 再來 要省力的做法 抓這邊 抓這個軸 你抓下面 那個要管長 吐嗎 吐嗎 小的嗎 沒法 抓這裡 你應該也沒辦法 那個力具 槓桿到前面去算過來 可能是三四十公斤 可是抓這裡 只剩下兩公斤 還有記得這個技巧 這裡 你這樣子可以 保護你的手腕 因為力量在這邊 那抓在這個軸的位置 會變得很輕鬆 好 看仔細 這樣子 頂住 這樣會很輕鬆 那這樣子拍 基本上一整天沒有問題 這個技巧 最厲害的就是這樣拍 有沒有看到 這個太厲害了 我沒辦法 這樣拍呢 既不穩定 畫面也不漂亮 那高強度的拍法 盡可能就是 手不能出力 因為手出力會變李小龍 會阿達 會變李小龍 你懂我們懂嗎 會激震 所以盡可能 像我的拍法是 這是扶的 這也是扶的 我都是扶在上面而已 我不會去出力氣 然後力量呢 像打太極拳一樣 柔柔和和的 好 低腳拍怎麼拍 低腳拍看一下 它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直接低腳貼地 那麼我們抓到這裡 剛好可以拍到斜斜 斜斜也可以直接拍到 好 看好一個技巧在這邊 這裡呢 叼住喔 好 轉上來 好 如果不叼住會怎麼樣 各位看一下喔 不叼住 有沒有 亂動一下 技巧就在這邊 一個大拇指 叼住這邊 它就很順的 就直接就上來了 這是一種高低腳的拍法 另外一種高低腳拍法 就直接到這邊來 就這樣抓就好了 這樣抓就好了 這樣抓就好了 但是這樣抓有風險 就是仰腳穿幫 你看到喔 仰腳穿幫 那仰腳穿幫 你就往後拿一點點 好 這就是穩定器的一個 我們平常使用上 所要注意的一些習慣 跟注意上的一個技巧 那麼 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到現場體驗 那麼 因為這一支是 攝影機 比較少出現在我們這邊 那麼 大部分都是相機 所以呢 特別安排了這個大補貼給大家 來什麼 這邊空的 好沒關係 好 中午假期 記得 媽媽 爸爸 孩子 太太在家等你 有空 帶他們出去走走 順便幫他們拍得漂漂亮亮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 RX100可以錄多久 不充電一顆電池可以用多久 有消息了嗎 那你再摸索一下 有問題再問我們 好 星期一還可以回答 星期一回答大家 星期一回答大家 RX100M7能夠用多久 好不好 一顆電池能用多久 來 還有什麼問題嗎 我想把這個裝到這裡 然後我不拆這個東西 是不是稍微檢驗 欸 我不要這樣用 就一定要拆標 一定要拆標 我上次塞的時候 是塞的時候一定要拆 一定要拆 效果才會好 效果才會好 還有一定 沒有 它在海邊 海風超大 我們指向性完全沒有辦法 Juice 對 我在海邊用那個也一樣 所以就講說 用領夾式 來找領夾式 領夾式要在海邊 然後要得到好的效果 那你只能回去加工 他是買台灣隊 然後還希望台灣隊 再這樣突破 因為這個 我們這個體積設計 剛剛好 那 如果要這樣子用的話 我覺得 要自己加工一下 就是 把海綿 這是台灣隊的麥克風 然後現在有海邊的需要 就是要加兔毛 那 加兔毛的方法 我會建議是這樣子 因為 實在這個 這個跟它已經做得很密 但是效果要好 事實上裡頭再有一層海綿 確確實實有削撥塊作用 確實有削撥塊作用 確實有削撥塊作用 那這一點就 可能 剛塞不下去 因為這個真的有困難 不行啦 跟麥克風的高度法 不是一樣 如果今天稍微 要開一點 這一點開一點 可以啦 就剪吧 這當樣品沒關係 好 就剪吧 好 那 所有的穩定器 它絕對不是一觸繼承 一定要經過長時間的練習 才有辦法玩到人機一體 那通常穩定器到我們手上 我們在使用上來講 7788沒有問題 但是很多特殊的運鏡呢 都需要練習 才能夠達到人機一體的完美和諧境界 那我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呢 就必須要給自己一些時間 包含呢 就是 運鏡的思考 運鏡的 這個技巧 還有實際 食物操作時候的一個 身體跟畫面間的協調 因為通常你的想法 跟實際的做法 會有很大的差異 就是因為疏於練習 當然啦 有一些想法 天馬行空像電影一樣 要做出來的話呢 需要一些些的技術 那麼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電影上的一些鏡頭 去猜測它怎麼拍 怎麼完成的 譬如說 一個窗子 我怎麼穿越進去之後 再拍打鬥畫面 那個時候就是用到什麼呢 用到穩定器 還有crane搖壁 還有軌道車 那麼做出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是從地上一路上去 看到窗子 然後再伸進去 就是一些技術跟設備的問題 那麼 因為穩定器的發聲 可以拍出來的東西 也越來越精彩 因此呢 不是強調它在移動中的整個拍攝 它還強調到一些穿越 物體的穿越 那麼就是要有人去接 或者是用竿子 那麼穩定器 像我們玩到最後 用吊臂在那邊耍 那麼 最近我就會去玩這個東西 14公尺的吊臂 14公尺的人肉吊臂 那拍4K的畫面 這麼大一隻 總共14公尺 這個是用40T的玻璃纖維做的 那麼很厲害 因為它很很猛 那麼我打算用GoPro去弄它 各位看喔 它居然已經伸到這邊還直挺挺的 你說要不要瘦呢 你說要不要瘦呢 直挺挺的有沒有看到 我沒有見過一個桿子 有這麼大的這個力量 總共14公尺 總共14公尺 哇塞 完沒完 這去拍廟會你就是正頭的 各位 你這個拿去拍廟會你就是正頭的 然後我會為他設計一個背包 背帶 綁在身上背在身上 那這樣就帥了 這樣就帥了 剛剛那隻A1 Pro要再注意幾件事情 提呼模式 它可以當提呼 拳擊手模式 單手持模式 這是A1 Pro的附加鍵 附加鍵 那麼你可以透過這些附加鍵呢 去完成你想要的任何的一個擴充 通常我們會擴充 麥克風擴充 燈光擴充 行動電源來增加續航 那各位看一下 平常我就插在皮帶這邊 在拍比較靜態的時候呢 我會兜在肚子這邊 不會不需要用到力氣 玩穩定器除了玩技巧 玩技術 其實在玩體力 你的體力縱使有館長那麼強大 但是呢 其實一整天下來 其實會筋疲力盡 所以穩定器一定要借力使力 先想清楚如何省力 要不然呢 你拍到下午你就 就會這樣 一直搓一直搓 那BOSS因為很懂這個融繫的一個美角 所以呢 我們搭配了很多的裝備 可以讓我們一整天工作都不會去累到 那麼記得齁 玩穩定器 要先想想看如何讓自己省力 好 提呼模式 提呼模式 拳擊模式 雙手持模式 單手持模式 都透過這樣的一個裝備完成 那麼這個裝備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大大節省了收納的空間 以前的很大隻 現在可以收納成為一半的體積 就丟到包包裡了 那這樣的方便呢 帶給我們很大的工作效率 雙手提呼模式 雙手提呼模式 都OK的 一大堆的什麼 四分之一擴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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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總共八孔 八孔擴充可以裝很多的東西 希望大家了解 擴充的厲害 好 祝大家假期愉快 拜拜